ETNET強化版MQ 手機串流報價服務 股價自動更新 隔身功能包括 全城最齊IPL暗盤 資金流向 券箱持股比例 瞬間捕捉板塊輪動 每月只需88元 加送50元超市現金券 即刻申請啦 大家早晨! 昨晚美股表現繼續向好 再創歷史新高 Tesla 升了13% 美子期貨 表現非常波動 在港股收市之後 一路升上 全晚最高的位置 是4791 香港時間 晚上7.3% 做出 接著是急錯 急錯到這個位置 4747.75 就是 10.9至11點左右 即是說 美股剛剛開市 然後反覆回升 回到高位 最新日報 4763.25 83 47 4783 表現繼續反覆 港股 今天開始 港股 第一段投資金分析 為甚麼沒有以前那麼多 為甚麼呢? 不是偷懶不做 而是把部分搬到昨晚 是昨晚的第三段 剛才這樣分析 如果你是YouTube的觀眾 看不到 因為那段第三段 剛才這樣分析 只不過是給Patreon 頻道內 高或以上級別的訂戶看 他們是訂戶專項的 另外我亦加了 中線證券彭榜 中線股票 中線投資 有甚麼做法 昨晚我抽了一隻 有些異動股票 就是9633 農夫山泉 大強小股 如果你想看這些資料 請你訂閱我的Patreon頻道 就是GOLD或以上級別 如果是Plantingum 就可以上課 上投資課程 先看這裏 五大指數真正變動率 昨天除了紅籌指數之外 其他全部都暴跌 但跌幅不算大 只不過是恒生指數0.525% 更大 紅籌指數的競升 原因是一隻836 很重要 一隻836的升勢 推高了指數很多 另外看成交金額比率 昨天很差 恒生指數30% 國企指數27% 科技指數17% 好像近日最低 比20天平均數 50天平均數 就低很多 證明一件事 昨天的市場 雖然是跌市 但沽盤並不大 沽盤並不積極 大家可以繼續看底 至於今個星期初 再看今日 再看明天 其實今天也足夠了 可不可以令到1月份 港股升市 這次稍後跟大家分析 此處 指數期貨 好淡大活割力的情況 加權收市位和成交量分析 恒指期貨 昨天是 這裏沒有起跌 應該是對的 這顏色也沒有錯 是沒有起跌 加權收市位昨天是沒有起跌 成交量增加 沒有大分析性 國企指數跌 成交增加 國企股的股額 是不小的證明層 最重要的是 偏離值 依然是正數 正284 行指期貨 國指期貨 雖然回跌了 但仍然是正數 正17 連續兩家人 在加權收市位 站在加權平均開倉水平上 對於今個月的頭兩個星期 整體來說應該是15號前後 應該是頭半 15號前 今個星期幾號 不知是星期五幾號 今天是 今天是4號 4、5、6、7 即是14號 14號前 下個星期五應該是14號 不是14號 一隻錶拿了叉電 看不到日子 可以 相向好的 關鍵是今天 最關鍵是今天 最遲看明天 是否繼續維持藍色 這兩個所謂的正數 大家明天就會知道 加權平均偏離值 行指期貨是正1.23% 國指期貨是正0.494% 暫時都叫做利好市況 是否繼續維持藍色 行指期貨 陰陽足15分鐘圖 昨天是跌市 一開始先陽後坐 急升爪跌 接著是跌市 國指期貨 情況一樣 跌市 科指期貨情況一樣 是跌市 三個走勢差不多 不過科技指數 跌幅沒有那麼大 跌勢沒有那麼急 兩個月份合約合計的 未平倉序的正數 行指期貨是不變 國指期貨是增加 科指期貨是不變 代表什麼呢? 代表昨天跌市之中 外資大戶 以及科技股 戰場上的好淡大戶 淡有一個開新倉圖 來的同時 好友在平舊倉計數 啟時 今日市 藍籌股會帶領科技股 是反覆再跌的 即是說 好似昨天的 比起高開 沒問題 高開後反覆跌 股額就來了 國企股 跌得來增加 代表昨天中資淡有大戶 開新倉圖利 今日國企股 繼續表現 比藍籌股和科技股差 還有留意 今天北水 北水又回來了 戶心廣通 南向 今天重開 成交應該會增加一些 看看我們的兩個北水 會不會幫助 托起股市 501隻恆生綜合指數成份股 資金淨主動買入最多頭十位 最多的是中遠海空 1919 2億9千多萬 不算太多 其他 跟著的4個是1億多 包括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藥名生物和華孕醫藥 看上去又升又跌 10隻之中 跌市中有7隻是升 都是非常不錯的表現 升跌幅 有兩隻很厲害 3320和570 華孕醫藥和中國中藥 3320和570 我稍後準備和大家簡單分析 這兩隻股票 短期投機的情況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兩隻 比對5個交易前的收市位 這兩隻股票 上升了很多 分別是41%和51.95% 除了這兩隻之外 升跌幅足夠5% 要留意的都有 升了6.34% 中遠海洪 跌了5.78% 藥名生物 創52週升高價 有中國中藥 6.34 看看主動買高比率 它的主動買高比率 57.43 叫做配合上升動力 僅僅配合多些 其他要留意的 有70比30以上 有1隻 或以上 中國銀行 很厲害 兩隻八號 現在成為短期重要支持位 70比30 看看收市位 可惜比加權平均價 略低 剛才說的兩隻 華潤醫藥和中國中藥 收市位 是遠高於加權平均價 再看看有沒有65比35 或以上 中遠海洪 收市位 高於加權平均價 即是十分優異 即是重要支持位 另外 還有一隻 中電 中電收市位 僅僅高於加權平均價 代表全日低位 78.75 即是重要支持位 兩比方面 華潤醫藥 10.29倍 3.58 和4.79 之間 成為短期內 很耐重增持区位 昨天主動買股比率是不錯 63比37 以兼支持 配合股價上升動力 配合股價上升動力 還有沒有其他? 其他人沒了 我看看专业数据分析表 表现最好的是华润医药 刚才说了第二,中国中药 第三,中远海汉也说了 今天我给大家看看 在市况之中,哪些股票要特别避开 这头30只是昨天资金正主动卖出最多的股票 我们也留意头10位 我读头五集给大家看 招商银行、华润半导体、碧桂圆服务、美团、金斯、瑞生物、科技 这些股票比较差 有没有看到特别差的呢? 5%跌幅有1只,斯莫尔国际6.66% 收市位比加权平均价格,令年势更差 加上主动买股比较4、5、5、5都配合跌势 另外,如果资金正主动卖出最多的股票 如果资金正主动卖出最多的股票 如果资金足够35比65,就表示显著配合跌势 特别是收市位比加权平均价格 有哪些?35% 足够35比65的股票 看下来看看 这只股票是金斯、瑞生物、科技 这只股票是创围集团 这两只股票 另外,到30比70,更加差 这只股票是非常配合下跌势 特别是收市位比加权平均价格 这只股票是橫半导体,特别差 另外,还有这只股票是中国电讯 收市位比加权平均价格高 可以加少许分给他 放入专页中分析表表现最差的是美团 第二是斯摩尔国际,第三是招商银行 斯摩尔国际刚才说了 看看美团 美团和招商银行 美团和招商银行 美团收市223.4% 是未跌的,0.870% 这个位置是低个加权平均价格224.313 主动买高比48.52% 不算配合下跌动力 招商银行 60.3.5% 跌了0.33% 主动买高比37.63% 也算是配合 配合下跌动力 可以说是 45.55% 如果有35% 够40.60% 就是显著配合 这就是显著配合 就代表 由收市位低个加权平均价格 代表61.7% 就是前面的 主动高盘 也很积极的 今天简单和大家分析的股票 第一只是中国中药 570 中国中药昨天收市部6.02% 创了52周新高价 刚才说了 收市位高个加权平均价格 而这只股票的历史波幅 是恒生指数的 恒生指数现在是17.8% 没有记错 11.819 17.819 是恒生指数的4倍 接近4倍 3倍多4倍 风险也非常高 投资股票 昨天的走势是这样的 先升后横行再升 高位整股 现在我们就立刻看看图表 短线投机只看日线图 看到它昨天急升 直接升到保利加通道顶部 保利加通道顶部的支持 由阻力变成 一路上移 很简单 你一天不见到保利加通道顶部 从支持变回阻力 你可以一直看上短线投机来说 当然,如果要省一点 再升多一点 你直接将指站位置 放在阳竹的身躯中间位置 调过很多次 SAR 也利好 其他RSI STC MACD 也显著利好 指标 全部显著利好 不过 RSI 也刚刚进入了极度超买区 而SDC 也超买的呈现 一路不断上去 的话 前面这个图上是没有阻力的 这些情况 唯有用一个 我们俗称叫放指标的方法 由它升上去 一路不要理它 由它升上去 将指站位一路退高 等两个东西 等什么?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 就是它跌穿我的指示位置 跌到我的指示位置支持 或者走 分批或者全部走 第二就是 信号开始转差 我就分批或者全部走 分批吧 分批好些 看信号就走 但是指标这两个就不会转胆了 短期之内 你看看距离这么低 距离这么远 而RSI 的细也不似 SDC 也不似 MACD 也更加不似 有段时间都不会发出牛红估讯号 今天开始 我就说两只股票 简单地分析 就不说两只股票 为什么说两只股票? 因为我说到细致上 我说同一只股票 比如570 我们看多些指标 比如说 同一570 我们看平均线 平均线我是用5天 20天和50天 不是我们 是我 我喜欢用5天 我不是用10天 因为5天的反应会比较快 看了5天 捕捉的位置会比较好 5天股价显着高于5天平均线 5天高于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高于50天平均线 明显增加 又是利好 OBV 继续配合升势 而DMI 正DI 还继续升 DI 在低位 很低 去到1 1.157 ADX 又在升 即是上升动力 抛离 下跌动力 这只股票 四个字 短线投机 就是 逢低吸落 什么叫逢低? 我教大家找一个 重要的升浪起点 例如这里的情况 我们会看 跌了下来 升了上去 这个是4.9 曾经跌回到4.54 我们在4.54 做一个升浪的起点 一路自己算 暂时是 6.34 最高见到 如果一旦经过6.35 6.35 6.36 就是6.36 计算这段升幅 回落的 0.236 和0.382 我通常是建议这样的 如果即市炒卖 那一处 因为我建议短线投机 有部份可能即市走位 虽然我不太建议 大家股票这样做 但是 如果短线投机 就过夜了 即市投机 你要看0.236 这个位 我再说一次 我不太建议 让你参考 或者有人喜欢拿部份出来走位 赢了那么多 你就10.236 否则 0.382倍 计算 它的累积升幅 0.382倍 在哪里 而由那个位 去 吸纳 吸纳之后 就找 将指债位 要移升幅 或者新买的指示位 要移升幅 才够直播率 直播率上网是多少 上网这个图是很难看的 我尝试和你看 周线图 周线图就清晰一点 上网清晰一点 你可以计 就是由这个低位 2.993 去到这个高位 5.5 2.3 看看升了多少 然后由这个底位 1倍 再加上去 3.34 大家可以计算多少 肉眼看上去 都接近了 所以 如果这个位 6.34 再追 风险都挺高的 风险都挺高的 不要了 后低时买好一点 由于是短线投机 集中 当然看日线图 有时 内不中 看不清楚 会开张周线图 甚至小时图 或者小时图 和小时图 和小时图 让大家互助参考 第二只 简单分析的股票 是3320 华润医药 华润医药一样 是这么漂亮的 你看到 一支长新区的 大阳烛 又是冲上 由3.18 这个位 这里 就是这里 不用指给你看 因为写出来 3.18 一路急升了上去 指标 12345 亦都是5个 全部都是利好的 它就不够 刚才那只 570 那么 强势 为什么呢 因为570 进入了极度超买区 RSI SDC 超买区 它就未到 反而 它不够那么强劲 但是 你也可以说 它的回通压力 暂时没有那么大 暂时 暂时 这么说 保利加通道 就确负逐渐明显 而这个保利加通道 顶部 也有 阻力 阻力 变成支持 这样的情况 跟刚才分析的股票 一样 我们试试看 另一张 另一个图表 都是看3320 看多些技术分析指标 五天平均线 就是 五天平均线 黑色 就是升破了这一条 五十天平均线 而二十天平均线 就在五十天平均线下面 就是 平均线分布形势 就开始转好 股价当然高过三天平均线 我们要等到二十天平均线 一转升了 再升了 五十天平均线的上面 到时 这样的形势就会很好了 到时的形势就会 变成全面利好了 现在还没得 成交量是非常配合 昨天的极大阳竹 OBV的升势 配不配合呢 我觉得还是未配合的 未配持的 为什么呢 你只是看这一段 就配合的 但可以看之前 这些高位 在这里 OBV现在在这里 是未配合的 有待改善的情况 DMI 就是正DI 就是升离的负DI 上升动力明显增强 下跌动力明显减弱 而ADX 由于现在刚刚回到21 这个图表值得参考 希望ADX继续往上攀升 这样就会好的 看回刚才那张图表 这条升破晒之后 昨天最高是4.79 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是4.81 4.81 暂时有阻力 站到4.81 前面 我们就可以看 上边的位置 上边的位置 包括 给大家看看 一个是5.03 这个高位 另一个 就要看到 这个5.5 应该是 再看5.57 当然 我给大家看清楚 这点是5.5 先 那就 没错了 5.5 OK 这段投资影音分析 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 一会儿第二段投资影音分析 内容跟以往一样 我会和大家重点分析的股票 是 1919 中原海空 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